好,三个输入的SO程式是这样 那你可以注意到我这边开始有参数了 因为刚刚那个是一开始就测试模组 所以就没有参数 那现在呢测试模组在这里 所以这一个呢是元件模组 OK,那这个元件模组就有变成你自己定义参数 自己定义输入输出参数 那因为它是三个输入的SO 所以我就定义ABC 那它的输出呢我就叫做ABC 这样子有点怪 我觉得这个命名有点怪 但是我觉得这样最容易记 那接下来呢 我中间就要用一个WireABE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用两个SO去组成这个三个输入的SO 对不对 因为两个SO串起来就是三个输入的SO 那所以我第一个SO我叫G1 这是它的实力名字 我就变数名字 然后这个Venilog的变数有点奇特 因为它每一个变数都是模组 所以它里面都会有参数 OK,那这个参数你看 这个AB 这两个输入之后的结果我让它叫AB 所以我设一个Y叫AB 那接下来呢 再把AB跟C接起来呢 输出ABC 那这样的结果就会让两个输入的连起来变成三个输入 那所以我去做测试的时候 我一样哦 我这个module SO3 test 然后呢 REG有ABC三个输入 那输出就是ABC 那所以我就宣告SOR3 请注意这个SOR3是谁 就是它 这变成我们自己定义了 不再是内建的 变成我们自己定义的 那这个G呢 就是变数名称 就是这个SOR3的这个杂的杂名称 那ABC是输入 ABC是输出 OK 那初始值呢 就要设定三个 那每50的时候呢 我让A加1 那每100的时候呢 我让B加1 每200的时候 我让C加1 那这样你可以看到 我刻意安排这样倍数成长 原因是这样子就可以用 变成最后变成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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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 0 0 1 1 1 0 0 1 1 0 1 这样子的组合去做 因为每次加倍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在这里加一个monitor 请注意我刚刚用display 对不对 刚刚是不是用display 现在为什么用monitor 那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刚刚用的display呢 它一定会在那一行的地方 就直接印出来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 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有时候 在那一行印 可是 我如果在那一行印 我还没做这个 它就把我印出来 就有问题 我希望它在A B C的改变都已经完成之后才印 这时候就不能用display 要用monitor monitor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在同一个时间点的东西 事情做完之后才去印 同一个时间点的事情做完 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 就是键号跟等号的差别 键号不是blocking 不 等号不是blocking 键号不是nonblocking吗 这个有点像nonblocking模式的display nonblocking模式就是同一个时间点的东西都要完成了才做下一个时间点 那他就在那个 对同时做 但是他那个时间点的东西同时做嘛 对不对 同时做 他没有顺序关系嘛 nonblocking 这个就是没有顺序关系的display 这个版本monitor就是没有顺序关系的display 所以他会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跟这一个50的同一个时间点的东西全部做完之后才会做这个monitor OK 跟这个50时间点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他是零 他是50 100 150 200都会做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只有100 200 300会做嘛 这个就只有200 400 600会做 那但是这个50的时候做一次 100的时候其实他应该等这个做完才做一次 那200的时候应该等这两个都做完才做一次 所以他这个monitor就有这个功效就是他不会重复 他也不会太早做 他会等大家同时间点的东西做完 他才做这个monitor 好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程式拿来再编译执行一下 SOR3.V 好 我把它编译一下 SOR3.V SOR3 好 那有SOR3出来 然后VVP SOR3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你可以看到 A4E B4 0 C4 0的时候 A Exclusive or B Exclusive or C会等于1 那这个一直跑到最后这里会A 0 B0 C0的时候 这是0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逻辑呢 一个1的部分都是输出1 那两个1的部分就输出0了 所以是对的 好 那这边他会运出 就是说我这边有运出Time 前置好Time 这个是代表说目前的时间 所以他在50毫秒的地方呢 值是这样 100毫秒的地方值是这样 所以这个monitor其实比Display还好用 因为你总是会希望他等到他做完之后 你才去印值吧 不然的话你印出来的值 他的时间点两个会叠在一起 我做一次把这个改成Display的状况 各位可能就会觉得更清楚 好 我把这个另存新档好了 另存新档叫SOR3D好了 Display 好 那我重新去编译一下 SOR3D SOR3D 好 好 这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就有会发现怪怪的 为什么怪怪的 这个100的话输出应该是1 结果他输出0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等同时间的东西做完 就印了 这会出问题 我改成Display就出问题 因为他没有等同时间的东西做完 就印了 结果导致他的结果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太早印了 他做这个的时候 以后这两个还没做 所以就导致他的结果出问题 因为他没有等大家做完 了解吗 所以大概了解 所以Display最好尽量不要用 用Monitor才是对的 用Monitor 尽量用Monitor 好 那这是 这是我们的 接下来的这一个程式 那 各位执行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程式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因为他开始告诉你说 怎么样子自己定义模组 而且他这个程式的写法 是用杂集的写法在写 我们之后的写法 都会用战存器集的写法在写 那杂集跟战存器集会很不一样 杂集的就是这种 我直接把电路的流向 通通都拉出来的 用这种方式拉出来 这个其实是在拉电路流向 可以感觉出来吗 他就是原件原件怎么拼装出来 从小拼到大的那种做法 但是呢 战存器集的是用 是用那个 衣服啊 always啊 那种东西在做的 所以 所以那个写法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 杂集的写法在Vlog里面 也是很重要 所以各位请试试看 我刚忘记切广播是不是 下次记得 我忘记切广播跟我讲一下 不然那边应该都看不到吧 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 好 Zither Harp